你想说老师那是不是能够用这个REPT加L1 其实没有 其实还有别的啦 那哪一个呢 其实还有函数 后来想到其实另外一个函数更简单 那怎么做 请各位先帮我把那个综合练习这个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我想要在旁边再做另外一个公式 那公式部分请各位先按下滑鼠左键 先点那个综合练习 拖拉到右边 并且按下Ctrl键 按Ctrl键之后你会发现 你那个游标就会出现一个加号 加号就是等于在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工作表 按Ctrl键 然后放开 放开左键 好那你会发现 你的右边就会做出一个综合练习 刮读二 你会发现综合练习就一模一样 那主要就是说我不要三六做的 我要再做另外练习 然后请你把综合练习 刮读二 刮读里面把它改一下 二改成TEST T E F T 那TEST实际上意思就是说啦 其实你如果不用R E P T 加上L E N的话 其实你可以换另外一个函数 也可以做出一样的结果 叫做TEST 那TEST的顾名是一样 它其实实际上就是文字 有没有文字 那你想说文字要怎么做 跟各位讲一下 所以第一步请各位先在这边复制 复制的话就拖拉加Ctrl键 Ctrl键 再把那个什么呢 滑锁的左键放开 那就会多一个这个工作 一模一样的工作 其实就是复制工作表 然后接下来的话 怎么样做 首先的话 我们在做TEST之前 我先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TEST跟格式有点关系 什么关系 如果说我要把那个区码跟末码 变成三码的话 其实你们可以先选G字跟H字 把它选起来 按右键 滑锁右键 这边有一个俗称的格式 那格式里面 如果想要把那个 84跟7变成三码 也就是084、007的话 那其实有个方法 就是说格式里面有个制定 制定里面的话 预设是通用 所以你会看到这边通用 这边类型下方 会有一个格式可以让你输入 而且你输入三个零就可以 一、二、三 那我为了一个零 在这边表示一个数字 也就是说 我如果输入 假设我今天给你两个字的话 那你就自动帮我补零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 三个零的意思是说 我要三码的意思 OK 如果你要四码就四个零 然后三码 三个零 好 制定 记得这边输入三个零 按确定 这个时候 请各位看一下 你输入 你输入 有没有 制定之后 有没有 按右键 除了格式 自定的地方 三个零 那它会变成怎么样 零八四跟零零七 那你想说 老师那这样太好了 如果我制定除了格的话 那它已经是零八四跟零 那我是不是就直接拿串切 就根本不需要IBI了 可是实际上 问题来了 你把游标放在零八四上方 那请仔细看一下 你把游标放在零八四哦 你这样你看到的是零八四 可是实际上呢 它在Esser里面储存的内容是什么呢 你看上面资料编辑列 八四 你想说不对 为什么看到的是零八四 那为什么里面存 里面看到的是八 跟各位讲 格式是什么意思 格式是表面 表面是不是真的呢 其实不是真的 只是让你看到以为是零八四 但是实际上它里面呢 还是只有八四 所以特别注意哦 在Esser里面 千万不要相信格式 一定要看 一定要原始资料 才算数哦 OK 所以其实格式不算 那想说老师 那如果我们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把格式变成真正的 那个转换的结果 如果你是要真正转换的结果 那你要想到一个函数 哪一个呢 就是test 所以特别说以后你若遇到说 老师为什么我在Esser里面看到东西 那我将它转 奇怪 怎么转不过去 那这个时候你都要想到 你需要用Test栏数就转得过去了 那什么地方会有这种状况 很多哦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生日啊 你看到是七零 有没有 七十年九月 九月的十七号 如果说你假设要抓七零的话 那你想七零那我用Labs就好了 可是如果你今天假设用Labs 插入函数 然后这边用文字的里面Labs函数 Labs函数就是抓前面的字嘛 然后你给这个资料 你会看两个字嘛 那按确定之后你会发现 得到为什么是二九 那不是七零吗 可是得到为什么是二九啊 跟各位讲 因为国事的关系 所以国事有点像 它让你以为 里面的资料是什么 但实际上不是哦 那你讲就 那怎么办 那以后我每次抓一定 我即便我会某个函数 但是我还是抓不到我要的资料呢 答案就在Test OK 那怎么做 待会再跟各位讲 那你们可以先试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真正变成 把84变084怎么办 如何利用Test来转 我们先把这个Ctrl是以下 我先不要用格式好了 我先这个地方刚才用格式 我把它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那如果说我要真的转成084 这个时候你可以在旁边 I4储存格列起一下 插入函数找到那个Test Test 这个函数 那它需要两个单数 一个叫Value 一个叫Format Test 重点就是在Format Test 那这个Format Test 实际上这是格式化的公式 那你只需要把刚刚的那个三个0 有没有 0 0 0 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再给它吃掉 它就真的帮你转换 什么意思 我说一次有个看 Value就是帮我把84 真正转换084 规则什么 刚刚不是制定三个0吗 所以你这边打0 0 0 但是确计 因为这个参数已经告诉你要是Test 所以只要是看到Test 这关键字 确计一定要在前后加上双引号 如果你没有加双引号的话 那结果会出错 OK 这个意思 如果假设你不加 跟加差在哪里 我先去指示了 我忘了加 你按确认 你完结果 它还是84 它并没有转换 所以如果你要真的变成正确的话 记得 加前双引号 然后主三个0 再后双引号 好 那你按确认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得到的就会084 有没有 所以如果假设我们不用REPT加上LEN的话 那其实可以怎么改 如果用Test的话 那我就是比照办理 把刚刚的公式 到09F4 end减号 end这个拿掉 这一串 假设我把它只留下0911减号 那我后面可以怎么 把刚刚的公式带到这边来 end end什么 不过可能自己打比较方便 所以有时候自己打 TST 前刮湖 然后要两个资料 所以你们可以慢慢习惯 他要跟你要两个资料 一个是value value是什么 然后84给他 然后帮我格式化成三码 三码的公式是什么 而且是要一个Test Test记得前双引号 然后000 要三码 然后后窗以后 后刮湖 好 刚ok之后的话 把它打勾 有没有看到084 那你想说那7怎么办 很简单嘛 照刚刚的方式比照办理 end减号 然后这一串公式复制一下 再贴到这个后面去 把G4改成H4 打个勾 这样就ok了 然后再向下填满一下 这样子的话呢 也可以把手机号码 全部串接成功 但是两个比较之后 你想说 如果你要挑的话 你会用哪一个方法 如果比较之下 显然 Test函数应该是 不只略胜一头 可能是略胜非常多头 有没有 也就是说 在Excel里面 能够做 这样的结果的函数 其实不止Test 也不止REPT 其实还可以用别的 只是说呢 你们要熟悉 里面到底 有哪些函数 可以办得到 所以这怎么办呢 一定要花一点时间 按一下插入函数 插入函数里面文字 那底下其实 都会有相关说明 可能你们还是有时间 可能要做一点功课 稍微把这些 稍微看一下 每一个每一个 有没有 一个函数 其实就代表 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每个 方法你都知道 那我说真的 Excel 你应该就已经 慢慢进入到 一个阶段了 OK 所以 如果你对函数不熟 你不要说你会函数 OK 你说你会用Excel 可能还是有点距离 我觉得 而且 现在遇到很多人 我现在对于 函数还会函数 而且说要马上 把公司弄出来 还是有障碍 如果有障碍 每天 因为现在公司里面 都是Big Data 那都是Big Data 怎么可能 叫你慢慢在那边摸摸摸摸 所以你会发现 有一些人摸了一整天 还摸不出来 因为他还在图法 Ctrl C Ctrl V Ctrl C Ctrl V 那可是问题 老板商马上要资料 那你每天 所以现在有个状况 我请你来 然后你没有效率 我还要教你 那我教你之后的话 所有事情 我都要一直教你 那其实对于 有一些老板 有一些主管 他会觉得说 太麻烦 所以我现在遇到 一些状况 像有一些业界的 常常跟我讲说 老师你在哪边 你在哪边教 我们去送 送我们员工去 给你上课好了 就是去我那边上课 这样比较快 当然他说 每天光教那些员工 他就教得很累 他有一点就是说 现在的人好像 他觉得年轻人的忠诚度 好像都普遍不高 也就是可能学好了 学会了 又走了 所以他好像感觉 他是在职业训练所 还是什么 他也不想要训练 这新的员工 这变一个恶性循环 OK 他这样良性循环 是你们本来就会 然后你在那边 也待得很快乐 然后呢 也可以发挥你所长 然后自然而来 有个良性互动 老板也会愿意 多培养你 OK 这样不是很好吗 可是目前的现状 好像就是会有一个 一个gap 就是说你们好像 没有先把这些 先学好 OK 所以我是建议可以先把这些 先自的 把它 方便了解一下 OK 所以刚刚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用REPT 家里的 一个是用Test 可以把这个手机号码给串接出来 那你想说这个是不是最快 老机没有 后面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让它加快速度 怎么样加 如果你每天都做 最好是怎么样 可以做两个按钮 按下去 自动全会跑完 然后一个按钮是按下去 自动清掉 有没有 可以做新的事情 也就是说呢 你那个公式 完全不需要做任何 重复输入的动作 所以呢 如果你假设 想要再更快一点 不要做重复的事情 接下来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怎么样 学会 所谓的聚集 所以你想说聚集要干嘛 其实聚集主要的目的 只要是那些事情 不断反复出现 反复重复 那你就聚集 要不就是录制一下 要不就是你自己写一个VBA程式 那你想说聚集跟VBA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最大的不一样 是聚集 是可以透过录制的方式产生 那VBA的话呢 是聚集写的 OK 所以这个后面 我们再来看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这个TES OK 那 这个公式的话 如果你假设打不出来 或者有错误 一样可以参考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四页的地方 就这一串 OK 那比较之下 显然应该TES 会简单许多 那 除了这两个公式之外 你想说 那有没有第三种 第四种 第五种 有 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OK 你如果自己 去找一下 看有没有别的方法 不过 你找到那个公式 可能还要有个重点 你不要越找越复杂的 比那个REP 还更复杂 那算了 你不要太复杂 公式是应该越简单越好 你又不要找那个越复杂的 OK 像还有哪些函数可以办到 我发现 如果你不用end符号 另外有一个 你不用end符号 你可以用 那个插入函数里面有个concate concate concate 其实就可以取代end符号 因为end符号是end concate 就是concate 括弧 第一个东西 逗点后面就是它要串接的 所以你不用end符号 一样可以串之两 OK 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 concate 其实也是一个方法 其他还有什么 可以试试看 反正这些公式都是想出来的 只要是合理使用范围之内 都是OK的 OK 你看哦